与子王与子杨曾是教练组重点培养的年轻球员之一 打在之前的日本公开赛上 他就曾在决赛击败日本选手水果所 成为巡回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南端冠军 不过同意之后与子杨的表现一般 也曾和王曼玉搭配过混双取得过一些成绩 但最终与子杨还是持有了兴趣 在国际赛事中经常是首轮出局 人为了边缘化球员 很难获得参加赛赛的机会 在上赛季与子杨立场位打 交随队拿下南端世界冠军 在当时一定允许了拳鱼的争议 与子杨也被称为国平历史上水分最大的世界冠军 这位小将将遇到了不少的质疑 与子杨在这次直通赛 却给了与子杨施展自己的舞台 他想要在这里证明自己的实力 在之前的赛交赛上 他刚开滴走到最后几日连续输球省西断队 最终以对我们的身份成功晋级 但在外界球迷看完 与子杨即使进入第二阶段 也没有什么意义 想要冲击视频后的他并不被看好 就只现在与子杨已经打了五场比赛 取得了三胜败复的成绩 从表面看来这个成绩并不重要 但他接到的三位球员 却都是世界冠军 其中还包括许兴和林高永 两棒主力 许兴守龙与子杨在一大炮 杨敬辉机中五局里二 三西大对手 决胜局与子杨曾首握多个费点 但最终还是招到了杨敬坤的路转 关键时刻与子杨没有挺得住 对中兵掉了到手的胜利 第二能与子杨则表现出色力三 一大两击到奥运冠军许兴 在这场比赛中 与子杨全面拉致许兴 打出了不错的状态 再后许兴感叹直通算越来越不好 队友们的实力都比较接近 而单任场外指导的刘国昼 也给与子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林高远击败许兴之后 与子杨信心被分裂一分 并击败了钻子手三驳 而在军运的比赛中与子杨修士一 三步敌人 孝玉良泽同龄高远 一度击账到了决胜局 与子杨在对手领先的情况下 上演了一种好戏 最终一分 二选圣林高远 倒出了一道两难 在胖杨俊坤在这几日的比赛中 一直是取得了全胜队外 最认为世界最大的黑马 但不管从世界排名 还是个人在明星球人中的地位 来看杨俊坤都不算真正的黑马 反倒是与子杨的表现应人意爱 他人胜三代世界冠军的表现 更符合黑马的身份